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界的界友就不了解 不过应该不会 我想这个都是个案 有人说您开了第一枪之后 许市长有连带跟进啊 我开第一枪 我想我从很多方面的思考 那最后做个决定 我想不要用第一枪 我们看到这个是杨秋心的最新说法 不过是否他的动态真的影响到了许天才 也要来投入这个大台南的选战 我们也刚刚看到这个许天才 他也说一个最新的说法是 他这个联署的人数就已经快要接近这个十万大关 所以的确是让他陷入了这样子一个考虑 是否是真的要参选 虽然他还没有做出这个决定 不过呢 我们也来看到了 其实他除了刚刚那个说法之外呢 还有另外他也曾经说过说 其实大台南市呢 是他跟县长苏焕智一起来催生的 所以未来发展呢 万一不如预期将会让187万的民众失望 苏焕智县长民调当时是排名第三 而当然是由他来跳出来 扛起大台南市的发展的重责大任 好 所以如果说今天如果许天才也跳出来的话 他是否是也真的具有这个正当性 他是否现在还在思考该要怎么做 辉文怎么看 因为许天才市长从党内初选到现在 一直在被追问这个事情啦 那我必须跟许天才市长报告说 从媒体的呈现 不管是平面媒体 刚刚主持人念那是报纸写的 还有我们看到电视的这个 电子媒体出现他的画面跟声音 许市长我相信他有很多幕僚跟顾问 我必须讲 许天才在这段时间呈现出来的 对他来讲是不好的 是扣分的 扭扭捏捏捏很难看 那还是养生性比较干脆 他不知道你说什么 他说一头你 你买就买 没你就别说 你到底是在干嘛 我是觉得很奇怪 那我们在这个选爸爸里面 有一个那个搓猿仔汤的条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赖清德现在 因为他现在是台南市的立委 他如果去选这个大台南市长 他当然可以当选之后再辞立委 他也可以辞了立委再去选市长 这样就如同张花冠一样 更有号召力破釜沉舟 我这边插播一下 最好黄昭顺也先辞 辞了再选 不是这样子吗 那回到我刚刚讲那个搓猿仔汤条款 那个法律的构成要件啊 这个可能要就叫谢国良 谢委员就说 当初在修法的时候 修的很不清楚 所以他有很大的空间 即便现在赖清德说好吧 我今天就辞立委 然后许天凯假设啦 说哦好那我来选这个立委 这样算不算搓猿仔汤 就目前法律规定也不算 也不算 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没有说 哎我没算了 刚好被检察官监听到这样子 人账巨货这样 那个构成要件太难了啦 认定上也有食物上的困难没有错 但是在猿仔汤这上面的话 我想许天才跟赖清德 法律是够不到他们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说 赖清德说立委我先死掉 让立委跟这个大台南的市长 同一天投票 他们要巧就是11月2日 一起投嘛 省经费啊 然后联合造势啊 那你当选我也当选啊 我不会骂你 你也不要骂我啊 这样不是大家都happy吗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必须讲 许天才会被大家 这个看破卡手 我最后提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是以前男社的市长 叫郑正玉社长 他说这是说杨秋新的 杨秋新也算等于帮国共助选 最重要是郑正社长他的这个看法 我尊重了 那请问如果许天才也选 如果许天才也选 那许天才也是等于帮国共助选嘛 助选乘以二 乘以二啊 其实我是觉得不要 不要说这样 抗贪材也要 一年要出来算 我也祝福他啊 但是不等于说 就等于帮国共助选 这个推论我觉得推太远了 好所以刚刚是谈到了好 这个许天才的动态 是否也有可能 在这个正式的 有这个八月中旬 有一个结论之前 在中间现在还在天人交战 刚刚讲到的 所谓的 有没有什么 可能就是他真的是要选立委 还是学市长 党中央是不是还有运作的空间在 好这个谢国良委员也加入我们 你怎么看 当然民进党一定是尽全力 想要来让许天才不要参选了 不过我认为在这一节过程中 拜金德作为一个候选 他并没有自己做出很积极的作为 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态度到目前为止 大家有没有注意去观察 其实他姿态并不低 他甚至其实他在许天才要去 这个准备要参选 前一阵子有这个讯息出来的时候 他其实也并没有亲自去拜访 他有说他想去看等等 因为我跟他的发言人同在另外一台上节目 那我就感觉到说 他们其实态度有点高 那我觉得像杨秋心来说 跟许天才来说 其实在这个一路参选的过程中 纵然他们输了 或些微的比例落败 他们是心有不甘 但是民进党的机制其实很清楚 脱党参选 其实他们的下场一向都不好 那为什么他们还是决定要这么做 就被气的 对 杨秋心来说 对 他们就觉得说实在是有一点忍不住 要不然他们两个都不是笨蛋了 那民进党 微继参选的下场其实并不好 这个以前到现在都一直有利可循 可是就是说 杨秋心其实是他一个五星县长 所以他的参选是很有正当性 尤其他认为他的治理能力 比这个成局更强 那我会觉得许天才 比较单纯的就是被赖清德气的 因为其实赖清德在这一路过程中 他真的没有 我来跟他比较的话 我认为 如果我被提名 我想我的姿态会比他更低一点 那因为他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点学责 或者是那种性格 有一些人的个性就是 他会没有办法 弯下身段来 那我觉得 他如果没有办法弯下身段来 这个就是他要面临的一个状况 那党中央当然是全力的 想要去破解这样的情况 不过 我们还是希望说 我们自己的候选人要加强 因为我最近好像 党部也有看到这些 郭天才候选人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不论是郭天才 或我们的赵顺杰 现在在中南部的选情 都是大有可为 那如果我们能够守住 我们的基本的这种票源 再往外扩张一点的话 那如果他们票源分散 我们真的是会有机会的 现在有人在讲的是说 就算是这两个人跳出来 但是国民党的这个参选 有可能会被边缘化的危机 不过其实弱也有弱的好处 就是因为弱 才会造成敌方的分裂 就因为我们实在够弱了 讲真话 所以敌方才有分裂的空间 他们才分裂 才跳出来 那等他们分裂已成定局的时候 再慢慢把乳软变硬把它弄去 所以现在暂时讲不要太强 太强 许天才本来就犹豫了 郭天才再一强 两个天才到底要 所以郭天才现在越弱越好 让许天才出来以后 郭天才再慢慢 作业上台会比较好一点 若是可以 但是不要弱太久 其实他刚刚讲的是文员 我帮他翻译一下 然后结合刚刚谢伟良委员的说法 就是说 的确包括许天才 包括杨球 都是因为在初选之前 或初选过程当中 因为对手包括陈局 包括另外一位赖清德 所以他们愚怒未消 甚至觉得自己有一些冤屈 那这是一个原因 所以他们必须 把这个余怒 化成这个力量 破坏力 第二个就是因为 向来 没有在台南市跟高雄市 国民党的提名的候选人 是这么差的 是说他四处一段 一大块的空间 让别的人可以盘算 这中间有没有 我们要出来的可能性 那 许天才跟这个杨秋心很不一样 杨秋心是从天人交战 最后变成心意已定 或是心意已决 但是我目前看到许天才 他是之前讲过一句话 他跟杨秋心不一样 因为他是天人合一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是 他心意未决 心意未决 那既然这个许天才 他并没有说死 那尤其刚刚有一段话 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他把苏患誌拉进来 就是我许天才加上苏患誌 我们两个有187万的 这样一个选票实力 那但是结论是大台南市我负责 因为按照排名的话 赖清德第一我第二 苏患誌第三 那赖清德这个参选 这已经提名了 以前定局 那我们老二老三嘛 你第三个没说话 你也就这样子说祝福他嘛 就是希望民进党 这个候选人胜选 那我老二该我来承担 大台南市的这样一个责任 那所以我觉得这番谈话 或许有人会解读 加上这个他的这个装脚 这个廖庆的这个装脚 蛮大嘴巴的 昨天发了通稿 说这个许天才一进他们家门 就说准备选了 八月中 我们就要启动了 那加起来会认为说 许天才是不是要跟着 杨秋心的脚步前进 那我现在另外一个解读是 另外一个可能性 他有没有可能 挟带杨秋心这个效应 然后塑造说他也准备出来 然后他再去谈 这是一种另外逼将的做法 这是一个筹码 是一个筹码 那杨秋心很显然 他不要东西 他就跟你拼到底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高雄市高雄县 面临一个 别人要把他彻底铲除 整个袍根的做法 包括陈菊的幕僚 包括瑜伽班的人 而且他的 包括他基层装脚 全部都倒戈了 几乎啦 那我等一下再讲一个故事 是7月11号 是杨秋心认为是他有生以来 最耻辱的一天 为什么 那我们现在讲许天才 许天才感觉上他好像 没有像杨秋心这样子 有一个过程 然后最后说 我就是要选到底了 那总结有一些败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从他现在的局势来看 他比杨秋心单纯 为什么 因为如果赖清德 他控除 我们不管他的程序怎么样 他控除一起立委的话 立委要补选 立委补选的话 现在赖清德 过去这个许天才很不满 是说你不能全包 如果你赖清德已经被提名 要参选五都了 你下面这个立委 我们听说他是要 挹注给或说提息 现在的台南市议员 林俊宪 如果是俊宪去补这个位置 就变成他们全拿了 那有没有可能因为 这样一个压力议师 后来他说 启动吧 是针对后面的这个立委补选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排除 那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大装脚 他搞错了 你要说要准备是不是 是玄力委 或是抬教的不愿意下来 那他讲到说有10万年年署 这是一个不敢 为什么 如果我要出来选 我一点胜算都没有 我的装脚都刨空了 或者说我装脚都倒戈了 或者说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支持 那我不必选 那我刚刚讲说 杨秋新7月11号为什么是一个 他觉得最耻辱的一天 因为那时候也跟他算是同一个阵营的 陈启玉 他是现在民进党这个高雄县 这边的一个好像党部的负责人 应该是这样 他带着这个一干人等 跑到高雄县 就是当陈举已经提名了 跑到高雄县政府里面去开四次大会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杨秋新虽然初选落败了 但是你大高雄市的四次大会 你要不然就高雄市开嘛 跑到高雄县来开 你跑到高雄县来开 而且那天的两个组织人 一个是高雄县议员陈明哲 另外一个是言文章的女人严小青 这两个人过去也是属于跟杨秋新是 同一个阵营 应该算是 应该互为庄角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结果他看得非常心寒 等于他们是倒戈到了 陈举那边去 倒戈了而且还做这么摆 跑到我的地盘来开四次大会 那把我看在哪里 那我们讲这样的原因就是说 他倒戈的不只是台面上看到 这些立委级的议员级的 包括乡长 包括他旗下不是有个农业处长 张清泉 第二天就是出选结果揭晓了第二天 他就发一个简讯 而且是用那个公加的那个简讯 就是发土石流 要撤离的那个同一个简讯 发出去的 所以我们虽然很感谢这个杨秋新 但我们未来要支持陈局 所以这些迹象感觉上说 杨秋新他的选情 在他估算里面 好像也不是那么稳当 那所以就是符合刚刚谢委员讲的 就是说我们按照往例来讲 你今天不是只是跳出来选 不是选初选 你离开民进党 你离开一个政党 你又不好意思跟国民党合流 你用一个无党籍 无依无靠 无党无派的 最后选票一分边 输的话什么都没有 那反观许天才 如果你这一次懂得退的话 你输 你不用出来参选 你搞不好还有一个立委 你如果输的话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说现在许天才该做什么样的决定 其实我浮选过许天才很多次 许天才是我少数看到实力派人物 他第一次代表民进党选选上了 那时候跟那个施明德两个都选上 第二次呢 民进党里面在台南市值提名两席 就三个人参加初选 施明德上了 张畅宏上了 许天才没上 他脱党参选 非常高票 但是我少数看到政治实力性的人物 那后来选县长了 彭白显 南投县 托党 参选 跟他在台南市参选 新国家连线 我讲过要不是阿扁下去台南市两次 许天才那时候就用武党籍当选市长了 所以他们是属于地方 不是像一般的民进党 党的是说是空气皮文的 他们扎根很深了 那现在杨秋夕一定要选的 那我赞成光群的说法 所以许天才现在筹码就越来越多了 那他可以进 可以直接攻 而且一个人单独选 跟当初他们新国家连线 两个选互相奥远 那是不一样的气势 所以我认为许天才在思考 那现在如果说 我现在外面听 我已经听讲到说 这个包括搓盐子汤啊 这种感觉都有人传出来了 所以如果许天才要回去选立委的话 我觉得他在政坛上会非常站不住脚 那我感觉啊 他往朝市长选的机率会越来越高 而且他真的是实力性的人物 那他会如果透过基层的扎根 那去做他的选战 那如果搭配了杨秋夕的话 我觉得并不是没有机会一搏 主席我补充一下 这个因为这个立委 现在担心选区两票制 那台南市啊 这个民进党的基本盘 当然比较好选 我的意思说 賴清德这席立委 因为他如果当选之后 或他辞掉 那这个立委要补选的话 譬如说是许天才选上的 或是刚刚讲什么林俊仙啊 或是任何一个民进党的 这个重量级的人选上的 因为立委是可以一直连任的 像王金平已经干了 只要选上就可以继续干了 第11任了 所以賴清德留下这个立委的缺 可能会变成赖着不走啊 这谁选上就 我一直选一选一选 很难去把他 除非他自己吐车也很严重 或是对方提出很强的候选人 方向我一直干立委就好了 单一选进了办事 现在很多立委 都把立委当成市议员在做 红铁啦 白铁啦 他们有没有啊 地方扎根什么 弄得乱七八糟 那賴清德可以决定吗 就单一人决定说 我现在就安抚徐天才 没理由给你算 你不要再给我乱这样 不是賴清德能决定啊 恐怕也不是蔡英文能决定 是谁决定 我跟大家报告 我的研判是新潮流决定 现在是新潮流的人 现在是我们新潮流的一系立委 你今天让给许天才 因为许天才 本来就不是新潮流的 那以后这一系立委 就永远由非新潮流的控制 新潮流愿意嘛 问题在这里 那我请问大家 我不是说叫许天才不能选立委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台南大台南有187万人 那他不是说10万人连署吗 许天才这种很矫情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87万人 你是做两人的台南市市长 只要10万人连署就好 你又不是柯四海 10万人你太小看你自己 好歹弄个50万吧 10万人 然后现在说 诶 那个10万人连署快到了 我快有麻烦了 你讲这话干什么呢 你说大家小庭甘庭甘庭 是的 听不懂就是这样 那我最后提一下 如果 如果这一席台南市长跟立委 是国民党 譬如说赖清德是国民党的 新潮南是国民党的 然后说我立委辞掉 然后你去选立委 我去选市长这样子 你觉得有台会怎么讲 真章 元宰汤 驾驾驾 那现在他们有这个迹象出来 假设最后成真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批评 以大局为重 这个乡忍卫国 一定要什么 这就是双重标准 所以我要提醒许天才市长说 全国民众都在看 我说你台湾也你看你台湾 你要选就去选 你去选就 不管你有没有选上 大家一辈子看不起你 原来你就是 你就是要这个立委就对了 人传这么久了 那你现在问题 刚刚主持人在讲说 他到底选立委还是选市长 我认为啊 以许天才的程度 他当然是要选市长 现在如果这样讲的话 他不选市长也不行啦 他如果去选立委的话 会被大家骂到死啊 他也可以都不选啊 退出江湖也可以啊 不是吗 通通不要选也可以 那如果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要帮许天才讲一下话 因为据我了解 他的专业度是非常够的 他以前是国立大学的 财务金融系的系主任出身 所以其实 刚刚讲想说回家吃自己 他其实是一个 还是有这个 专业能力很高的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为什么他 他跟一般政政人物 稍微比较不一样 他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因为他知道说 他的专业能力 其实也是有受肯定 今天他就算不做市长 或是他不做立委 事实上我觉得他还是 有他的专业能力 会被各界去延纜 我觉得这也是 为什么 他跟一般政政人物 比较不一样的 points 我有刚刚提醒的 是 Anat科姆 第一個 許天才有個弊案 現在在台南高分院那個地下街的弊案 他沒有完全脫困 他一審是判無罪 這是事實 那二審還沒脫困 第二個 許天才鬧過一個笑話 就那時候在查馬英九特別備的時候 這個國民黨的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他去告發許天才跟許陽明 許陽明就是管碧琳的老公 那許天才很好玩 這個當然我是覺得 是中華民國事發展一個大笑話 他領了這個市長的特別費 總共領了五百零幾萬 就是什麼領據 單據什麼 他總共領了五百零幾萬 結果一被這個謝龍介告發 他嚇一跳你知道嗎 他就還了四百八十幾萬 他領了五百零幾萬的這個特別費 然後一被人家檢舉 他還了四百八十幾萬 還給台南市政府的公庫 那最離譜的是什麼 是台南市政府的公庫說 突然拿到這筆錢 竟然把它收下來 因公支出的錢 然後領用的人把它繳回 然後台南市政府的公庫 竟然把它收下 不過我真的是 這個中華民國真的大奇觀 那我問許天才 你退這個錢幹什麼 你不是都因公支出嗎 你還四百八十幾萬幹嘛 四百八十幾萬 你台南市政府買房子啊 你在幹嘛 你心虛什麼 你許天才哪有各位講的那麼 你怎麼會卡到地下界的弊案 奇怪你為什麼被起訴 沒有沒有沒有 沒這麼厲害啦 嗯嗯 你要選就選啊 不選就不選 你如果退出江湖 如果沒有立委 或是市長的保護傘 你看你的官司會怎麼辦 說實在話 好不管是立委還是這個 不管是許天才還是楊秋新啊 其實他們都所謂是 有所謂的地方的實力 也有一些評價 不過呢在這一次的 如果他們真的投入選戰當中 他們最後的勝算到底高不高 而又怎麼看著許天才現在這個動向 我們來接你的call in電話 我們來接你的call in電話